同修们在放生的时候 那个同修得到了菩萨的开示 我读一下师父您休息 感恩师父 今天放生甚是法起 诸佛菩萨及隆天护法 已在此等候多时 虽然弟子魔障见前 弟子成形打动诸佛菩萨 照此看来 弟子您的阻碍还是很大 以诚心慈悲之心一一化解 今天道场护持放生菩萨友 我们心灵法门的几位菩萨一一道场 隆天护法菩萨自不必说 还有当地的众多菩萨 土地菩萨早早已在候着 今天道场的几位弟子 都是心灵法门的大护法 菩萨妈妈给几个孩子开示几句 你们此次来放生 有的师兄为父母 有的师兄为您师父 这都是人间大小 效能感激动地 效能化解一切灾难 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个食物 今日放生不同一般 年底也是 年底岁末也是魔障 随意出行之日 如若能放生 功德体平时多几倍 宵夜也是三倍 可放生之人心想事成 一切吉祥 今天放生的道场几位弟子 菩萨妈妈每人给你们记录 双倍功德 可以用此功德 祈求你们需要知识 当然师父 嗯 那个 你从里边就听出来 应该是真的 因为他这个感应是真的 是的 因为我都没跟你们讲 每次放生的时候 当地的土地公共都出来的 这是真的 也是吗 师父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你弟子今天就是这里边有几个问题 请师父您开始一下 万世音菩萨开始 今天放生 甚是法器 诸佛菩萨 其隆天护法 已经在此 等候多时 请问师父 我们有的时候 大放生的时候 也有佛友看到 佛菩萨护法 瑞寿已经提前在凤圣地点等我们 请问师父 嗯 您为此开示一下 平时我们一般凤圣 会有哪些菩萨和护法来呢 感恩师父 还很多了 金刚菩萨也会来 哦 金刚菩萨也来 金刚菩萨 还有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说的 很多的土地公共啊 啊 地府的阎王爷啊 都会来 呵呵 你都没想到 地府的阎王爷也会来啊 因为很多人帮妈妈求嘛 帮妈妈求寿 求寿你 我问你 你求了寿你放下去 是不是严寿啊 严寿要不要地府的 阎王爷帮他改寿啊 听得懂吗 啊 是的 是的 你不帮你当场改掉的话 你怎么严寿啊 那阎王爷不来干嘛 阎王爷只是个名称 他一店二店三店四店 他有很多很多的阎罗王呢 听得懂吗 是的 他是个官位 直称叫阎王爷 实际上就是管地府的 一店二店的 所以他们都是说 要帮你改的 要帮你改的 明白吗 是的 是的 那弟子刚才想问师父 您说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金刚谱的 是不是属于是四大天王啊 对啊 就是四大天王啊 他们身边的 就无数的 确实是 因为 有的师兄就是为师父 为父母 而师兄们给师父放的大礼仪 都是二十多斤的 非常非常的发起 这样的 我告诉你 你们记住了 感动天地的事情多做 就是这样 是的 是的 损害他人的事情少做 是的 是的 我们都像师父一样 都是说 无我利他 就是全部都是为众生的 这样的 是吧 对啊 对啊 好 师父 怎样才能称得上 金领法门的大护法呢 师父 大护法 你比方说 才师法师无畏师 都是都能成为大护法的呀 比方说你度的人多了 一百个两百个 你度的人多了 对不对啊 你是不是大护法了 你比方说 你布施的多了 也是大护法 对不对啊 法布施多了 也是大护法 才布施多了 也是大护法 还有吗 就无畏布施 天天到观音堂来做事情 天天来帮忙 蛇己救人啊 这也是大护法呀 现在明白了吗 啊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感谢师父 万世音谱的开示 你们此次来放声 有的师兄为父母 有的师兄为你师父 这都是人间大小 效能感天动地 效能化解一切灾难 请师父开示一下 孝心嘛 就是说你献 献得福报呀 你比方说很多人 很多人帮师父放声的话 他热爱师父 尊师重道 你想想看 天上怎么会不喜欢他呢 喜欢他 马上帮他改变他的命运啊 对不对啊 一个孩子 很孝顺 父母亲 那你天上 如果要帮他的话 你求菩萨帮忙 菩萨讲下去 天上的那个玉皇大帝啊 对不对啊 那些天官呢 他们也乐于做呀 对不对啊 因为这是个孝子啊 孝感天地啊 对不对啊 你看看过去 有多少庙里的法师 他们对自己的师父 也是像孝顺 叫孝感天地啊 一样的 是的 你看看 佛陀身边那个阿难 是不是孝感天地啊 成佛啦 是的 就是这样的 是的 我们都要感恩师父您 您是用您的 您是用您的能量 来在具有弟子们的会面啊 真的也感恩师父您 师父 嗯 还有下一个问题 关系音谱在开始 今天是2017年最后一个事务 今天 今日放生不同一般 年底续末 也是魔杖随意出行之日 如若能放生 功德体平时多几倍 宵夜也是三倍 请问师父 是不是到了年底 岁末 我们每天做的功德 都会比平时多几倍呢 师父 对了 对了 我就告诉你 年末的时候 就是总结账的时候 你在总结账的时候 师父是不是人家来财务啊 什么东西啊 官员都是来来给你接账了 接账的时候你拼命做好事 是不是比平时给你给官员看的多啊 这还不懂啊 啊 是的 那师父 那师父 那他平时的话会多几倍啊 师父 没多几倍 他就是实际上 他也是因缘而生 因这个缘分而生 你做这件事情 有善缘了 就生出很多很多的功德 他是因缘而生的 因缘 你今天做了不好的事情了 他一看 哎呀 你这个 这个人 因为我告诉你 有时候我们在人间 做一些善事恶事 有的是当场被抓到 就像警察 有的是当场抓到你的 有的呢 他是你慢慢的 把这种恶习啊 积累在身上 终有一天被发现 我们人做功德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被菩萨当场发现 你可能当场就受到回报 对不对啊 善报 有的时候是慢慢慢慢积累到 一定的时候 这功德积累到一定的时候 菩萨会给你一个大考试 然后把你定位定的很高的品位 品级 明白了吗 是这样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父就是从几号开始算到 从几号开始算年底岁末呢 师父 一般的呢 是这样的 一般的呢 就是三个月 这是比较大一点的数字 比方说 我们现在是二月 二月这个 二月中旬 这个过春节 那么一月中旬 十二月中旬 其实从十一月中旬就开始了 十一月中旬 那么如果要说近一点的话呢 就是一月中旬 那就越来越紧了 就接近这个过年关了 越来越紧 天上下来的特别多 查人间的善恶啦 你去看过去很多善恶都是在年前清的 很多人活不过年关的 你看很多人死掉都是在年前死掉的 对不对 对的 这是这样 嗯 嗯 但是